柯文的小金庫 其實最神祕就是縱望基金會 因為縱望基金會完全不用申報 他理論上今年5月要公布他的財報 他也沒公布 可是你說你爬梳完縱望基金會 你發現超怪的 2022年10月審慶金有論公行賞名單 錢不知道怎麼散 散到哪裡去 可是隔一個月11月7號 縱望基金會就成立了 資本額1000萬元 這1000萬怎麼來的 我們來一個懶人吧好不好 簡單時序整理一下 2021年11月的時候 當時就是公告說 金華城給你840嗎 然後呢 後來給了這個11月 給了這個840%之後 到了2022年的10月18號跟19號 就是我們討論很久了 給了建造 隔天去動工嘛 記得這個時間 2022年10月18號 過多久 沒有多久 一樣在2022年的10月份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審慶金的論公行賞的帳策 對 這論公行賞上次裡面寫什麼 黃大洲200萬 陳昱坤200萬 宋昆仁450萬 這一天 可是在這個論公行賞帳策完的下一個月 縱望基金會就成立了 對 10月18號動土拿建造 10月有論公行賞名單 11月縱望就成立 而且基金會跟觀眾朋友科普一下 基金會不是說你想成立就成立 沒有那麼簡單 你如果沒有前程成立協會 你基金會要擺一千萬的現金 對 押在銀行不能動的 對 所以大家再問嘛 第一個 你一千萬押在銀行不能動的錢 哪裡來 對 時間點這麼巧嘛 目前沒人講沒人回答 對 那當時我們知道這個董事長是李文忠 李文忠 李文娟跟柯文哲跟木可的關係 千十萬旅 來 又發現一個更奇怪的地方了 除了這一千塊哪裡來 沒人知道一千萬 一千萬哪裡來沒人知道呢 2023年4月又增資了 對 就是他增資到250萬 對 就是這一個代表了李文忠的妹妹李文娟 對 好 通年9月木可搬到台坡大樓 對 我剛才講個增資是木可 木可增資 所以兩件是你同時進行 對 你想一千萬放到眾望金金會 對 木可又增資 哪那麼多現金 錢哪裡來嘛 所以你現在看 柯文的金流是不是要被破解了 對沒有錯 看到民眾黨從政治先進來到 眾望金金會這個賬數 大家意不意外 但是見不起 一定都不意外嘛 一定都不驚喜嘛 因為每次都是整座 買個便當可以買到96萬 對齁 對不對嘛 所以為什麼 蔡壁如要出來 這時間出來幫敦木正說話 她知道 不管有沒有救 如果有點消息可以傳到她的耳裡 至少還有機會幫忙阿伯 Cover一下 幫我們這種Cover一下 但我們比如說 蔡壁如的三個八六 她真的是想要救阿伯嗎 她真的想要幫敦木正說話嗎 其實不是耶 她想要對付的是誰 她想對付其實是黃珊珊 黃珊珊 她說 亂七八八糟的帳目來源 一定是有人指使或指使她 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政治行星出事的時候 柯文哲還沒進去的時候 她是叫誰出來負責處理這筆爛戰 黃珊珊 黃珊珊嘛 對不對 結果現在黃珊屁股拍拍就走了 還帶你黨主席去國外開會 對 蔡壁如當然記在心裡嘛 那時候不管2018之前 蔡壁如還在的時候 或者2018之後 黃珊珊到台北市政府裡面 392的容積到560 560到800 一個是跟蔡壁如有關嘛 一個是黃珊珊有關嘛 對 這個東西撇不開的一個人 就是黃董黃珊珊嘛 因為那時候 黃董為什麼現在大家都叫他黃董 我跟The Grace一起叫嘛 2018年之前她是台北市議員 我剛在有台錄節目她說嘛 那時候2018還是2017 有個餐序主桌裡面 黃珊珊當時還是台北市議員 海峽論壇 對 雙層論壇 圓山飯店 黃珊珊做主桌 我聽說那個小平哥 只能做到第15桌而已 沒錯 說主桌裡面 主桌 結果黃珊珊當時還是議員 跟沈慶慶跟柯文德 一起做在一起 那代表黃珊珊 不是跟沈慶慶慶慶慶 可能一次不錯嘛 對 所以後續才會是不是有 各種的牽線 導致進化成績 這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現在 蔡壁如也咬的是 為了民眾黨的未來 他一姓一姓就是對阿伯中心根根 現在阿伯在裡面 他無法去把金流說清楚 因為唯一的書情就是阿伯嘛 因為那時候財定書裡面說的 阿伯 他對於自己金流的掌握是 巨細移民 環環相扣 精明幹練 對不對 但是現在沒有人可以說得清楚的時候 那個 蔡壁如 壁如姐她能做的事情 就是幫阿伯做一把 而且這個東西 你覺得他在幫阿伯 他繼續都在暗示檢調 趕快傳那個寫LINE給端木正的人 他就是要針對黃珊珊嗎 黃珊珊有沒有怎麼 有沒有寫 但是他要針對就是這件事情的東西 其實柯文哲他雖然是主席沒有錯 但是真的在 不管是選舉的時間也好 或是在經營民眾黨的期間也好 這件事情黃珊珊絕對 調不掉任何關係 對 非常謝謝家凱的分析 所以如果呢 我們看一路談 第一個是談說什麼呢 這邊是豬牙虎對不對 如果鬆口的話 阿伯 不是 豬牙虎的鬆口 沈青年就出大事 阿伯就出事了 現在談說什麼呢 端木正對不對 端木正看起來一定是鬆口 否則你那個保釋鏡哪有可以瞧的 那阿伯也出大事 可是還有第三個人 可能也要鬆口 那個人叫做彭政生 彭政生今天第四度提訓彭政生喔 可是你看新聞的標題 現場媒體觀察到彭政生是 金華城案喔 北檢適度提訓彭政生 彭政生是 雙手上靠 神情輕鬆 如果你的神情是輕鬆的 你是面帶微笑的 是不是彭政生也跟檢方 談好了什麼東西呢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政生 二十五號上午第四度遭北檢提訓 金華城B案 北市議會調查小組 會議紀錄二四號陸續在官網公開 隔天檢方立刻再提彭政生 恐怕就是要釐清會議內容 官網顯示金華城專案小組 從五月六號到九月十九號 十次會議九次會議訪談彭政生 前北市都發局長黃錦茂等人 通通留下文字紀錄 八月二十六號第九次會議 彭政生開門見山表達 一百零九年才開始有這個案子 我沒有交辦 就是有人來拜託 案子可不可以排研議案 我說不行 所有進入都委會的案子 都是要經過都市發展局 沒有私人對都委會 當我說明完以後 人就離開了 依法行政是很重要 在議員許淑華的詢問底下 坦言是因為便當會 時任市長交辦才會辦理研議 言下之意認了柯文哲點頭 七億的成本 換一百億到兩百億的利益 請問公益性對價性在哪裡 一般市民可不可以七百萬換一億嗎 請問為什麼這種後康只有審慶警員 目前檢察官評判 傳換或調查證據 可能是想儘快結案 也可能是想併後 需要開業壓庭 因此需要緊速掌握相關事證 起訴被告 金華城案已經進入第三週 上午檢方所提訓彭政生 下午也在將提訓其他被告 檢方密集提訓 和時間賽跑拼兩個月內 癥結起訴 瑞德克 這個太奇怪了 我們原本要講金華城對不對 沒錯 那為什麼我上標題是超私案 超私案我在講 如果超私的機當然有必案 就盡量抓 沒錯 誰犯法就抓起來 可很有趣 因為昨天農業部被搜索 農業部被搜索 農業部被搜索的時候 竟然媒體爆料 承辦檢察官與金華城案是同一個人 偵辦金華城逼案的台北地檢署 黑金專署檢察官唐仲慶 今天指揮調查局去搜 欸唐仲慶現在應該很忙啊 怎麼還有空辦超私案 難道阿伯拉茲要收尾了嗎 那麼正好你知道 現在在辦柯文哲的五大弊案 對 這包括金華城案 包括北市科這些相關案件 總共台北地檢署 你知道總共出動了幾位檢察官 七位檢察官 七個檢察官 下面還有各個檢察事務官 所以去搜索 還有連政署的外派的檢察官 很多人搜索 就是有檢察事務官 會同連政署的這個連政官 那有些案件 由調局北部機動站 比如說政治先進案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唐仲慶 唐仲慶呢 事實上他就是 北檢的宗主的裡面 負責辦包括這些政治先進案 就是唐仲慶的牧可 對 出動多少人 又去約團多少人等等 不對啊 這不是金流嗎 他們七個檢察官 在辦這麼多案對不對 這不是最忙的嗎 那他為什麼 還有餘力來指揮這個 偵辦相關的超私案 表示他搞定了 超私案 我的態度也是一樣 誰坐监犯科 誰違法 抓去關 我都沒有意見 不管他是藍綠白都你家的事 對 重點來了 你不是在辦這個 下官的五大弊案嗎 那你怎麼還能夠騰得出手來 指揮另外辦其他案件 照例來說 你應該現在很忙著辦 裡面的哪些案 只有一個解釋 他忙完了 第二個解釋就是 這些金流跟這些相關的 大概差不多啦 忙完了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差不多 我才能說 可能我幾述書都寫好了 表示他行有餘力 可以把這個金流 用在其他案件上面 那麼金流就破解了嗎 所以表示說 你的目殼 沒有你想像中這個 這個清高 我敢說 你們這些人全部都同一批人 然後你選舉同一批人 然後目殼同一批人 然後那個什麼基金會同一批人 然後後面的真正的重點人 是什麼人 目前看起來好像跟柯文哲 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這些案件的基礎的相關的底定證據 大概差不多 他才行有餘力去辦其他案件 這是我們在解讀司法這個偵辦上面的一個 基本概念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 還有另外一個 同時 各位如果點到台北市議會裡面的 相關的這個 議會針對金華城的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報告上網公告 要給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全部都公告 你全部都公告 同時他們還送了一份到這個連政署去 為什麼要負責政辦嗎 連政署負責政辦 為什麼要送連政署去 很簡單 因為裡面也約談了 進化成一些 包括已經 現在摳在裡面 今天第四度約談的前 台北市的副市長彭震生在內 彭震生的重點 其實只有四個字 市長交辦 如果是下到上 柯文哲武克林逃過一劫 但如果是上到下 那不一樣了 上到下就變成是上級 只是下面的人 交辦給下面的人去做的 那你就不能說 你不知道沒有關係 彭震生這四個字金剛丹 就是市長交辦 市長交辦就是你叫我這樣做 是 你叫我這樣做 現在幹嘛 現在大家推來推去 現在趕快推卸責任 為什麼 開玩笑 抓去關五年 一雄至少圖利罪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 那現在因為現在的這個 等於說 這個小草他們被洗腦到 被民眾黨洗腦到 沒有金流 查不到 阿伯就應該放出來 就無罪 你去太公公了 你到底是法嗎 你的法律都不懂 法律都不懂嗎 如果萬一真的沒有查到什麼金流斷點 你就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對 狐狸罪 但問題來了 那麼像今天第四度 這個等於說 這個傳訓提訓這個彭政森 那有可能 這個八卦沈靜和彭政森 他們都不斷地這樣來嘛 可是彭政森竟然給我神情輕鬆 這是最可惡最詭異的 對 他不是第一血大嗎 各位記不記得 他不是要昏倒嗎 吃麵包吃到 吃到快要受不了有沒有 趕快送一嘛 然後呢還有 威精小沈 沈靜精 還有三度傳喚林周明也好 各位要知道為什麼要三度傳喚林周明 這也很怪 我告訴各位 因為呢 林周明傳喚來的那一天 出來再重新再問 有關於這個容積率 那時候林周明的時候 容積率還不到百分之五百六 他就反對了 因為容積率392到560 是林周明的任期 你傳了他三次 就表示檢察官連這一段都要查 沒有錯 為什麼 還有一件事 要查2017年 朱雅虎 你看朱雅虎又出現在我們討論裡面了 朱雅虎 朱雅虎到底有沒有 那兩封信 是不是陳情信 是不是寫給了蔡壁盧 對 蔡壁盧是不是有指示這些人 包括林周明 你在場 如果這個東西是有的話 那檢察官當然要問 問林周明 2017年怎麼回事 對 如果2017年 那麼朱雅虎 沈青金 早就金華城開始這樣拉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比我們想像中的嚴重多了 包括了這個 彭震生講說 市長交辦 林周明又講 這個是有違法之嫌 那你認為圖利罪的基礎 是不是都已經建立了 很恐怖 對 那現在包括其他案 搞不好哪一天 我們就突然間看到 又目前還沒有辦到的 Manga萬華的魚果市場 那是不是又有動作了 對 就像為什麼可以突然間 辦金華城 辦政治先進的檢察官 有餘力指揮去辦超市的這些蛋 所以你就知道 那麼大概在台北電視局這邊 針對科恩者所設的這些證據 應該查得差不多啦 非常謝謝瑞德哥 請瑞德哥回來問一下 我想問3Q 狀況是這樣子 感覺真的要破案 第一個 你怎麼 我的想像 現在檢察官 應該交投爛額 不知道查金流嗎 什麼東西 可是今天喔 昨天的周刊就投了 說檢察官已經有眉目了 對不對 結果呢 周刊剛寫出檢察官已經有眉目的 對於金流部分有眉目之外 馬上 唐仲慶檢察官 照說他最忙的喔 他負責政治獻金 因為政治獻金 我們之前分析就是 假查政治獻金 食察會弱的金流嘛 對不對 那時候還說省經濟 論公刑場名單 然後中間說什麼拆分 讓大家人頭什麼之類 就這樣沒事 跑去超市 下課 他下班了 對 這件事 再加上 彭政生 神情輕收 再加上 傳林周明是要認定392到560違法 哇塞 所有機場都告訴我們 檢察官的局要收起來了 有觀眾問我 那個檢察組端谷的端是什麼意思 是因為端木正姓端嗎 我說不是端木姓端木 有道理 他的端木的端 是要把柯文哲一鍋端走的端 整盤端走 整盤端走 剛剛之前在這個節目就講過 他這個可能要七進七出 不是只有一個案件是五大案 五大案結束 這還有政治獻金 對 甚至有不明金流貪污 財產來源不明罪等等 所以我這個檢察官他理論上 是很大一包 不要一直在這邊講什麼 賴清得放人 監視器裡面都是民進黨 其實沒有 一般來講像這種案子 第一時間檢察官要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先調查得到的資料 對 再傳可以問的人 最後把它收集起來 寫判決書 很多人寫起訴書 還不是判決書 很多人都在講 相信這個司法追殺了 政治迫害 請大家麻煩你們至少去看一下 其他案子的 你可能沒有進法院的經驗 你可以去看一下其他案子 你可以上司法判決書系統 比如說像最近我們很關心審慶金 我要輸入審慶金三個字 我發現他的這個司法案件有1000筆 如果一個月犯一筆的話 真的有1000筆 有1000筆 而且是我記得是民事553 刑事300多 然後還有刑政落肝 所以你知道嗎 刑政落肝 他如果一個月會有一條官司的話 他從0歲到90歲 每個月都有官司 因為剛好就大概1000筆 所以當你對一個人有問題的時候 你去搜尋一下 看發生什麼事情 你搜尋一下 這個其他的起訴書 你會發現他們巨細迷以前 非常小 人是實地物 為了完成這樣子一個起訴書 他必須要收集證據 對 所以小草莓一直在講 沒有證據這個叫壓人取貢 真的不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邏輯很簡單 他前後任一共有六個關鍵人物 剛好是三個反對 三個贊成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當這三組人跟你 這三組人跟你講完全不一樣 完全相反的 數字完全不同的結論的時候 你是怎麼從同意變成 你是怎麼從完全反對變成完全同意的 這件事情你要交代清楚 什麼就完全反對 林周明跟你講說絕對不行 還寫公文求自保 然後現在還有朱雅虎寫給蔡秘魯 要叫林周明 坦白講 那就是叫他出來講 叫林周明出來講的 那一封信的意思就是 蔡姐啊 你那個林周明不聽話 過來跟我朱哥 過來聊天一下 勾動看看 林青龍不用 先找林周明來 林周明反對 林青龍反對 然後這個副市長都委會 當時的都委會也反對 18次反對意見 也傳了宋正麥都委會的審查委員 來這個 所以檢察官現在先把這一條確定 你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先了解 那了解之後 接下來又要傳這三個重點人物 黃錦茂你為什麼是同意 新的都委會你為什麼是同意 彭政生你為什麼同意 然後接下來最後這些人都問完了 最後才問柯文哲 那順序一定是這樣子 對 來我現在都知道了 你台北市政府 關於金華城所有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請柯文哲坐下來第一句話 如果說謊這個人的話 就不可信了 坐下來就問說 你是從這裡到這裡 是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以想像柯文哲一定在那邊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拒絕偵訊 對 當天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從這樣子開始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 在檢察官眼裡 他就是一個 他說話不可信的人 大家都跟你說不行的事情 你硬要做 歷任市長跟你說不行 前面的都委會部長 都跟你說不行 你說可以 好那接下來問題就來了 反對的還是反對 檢察官偵查的時候 反對還是反對 但是本來通過的這一些人 現在沒有人出來說是對的 黃錦茂有沒有跟你講 黃錦茂是在台北市的 這個調查委員會 市議會裡面調查委員會 有出席 有發言制度 從五月講到九月 他沒有一次說這個是對的 對 他的重點是 都柯文哲叫我做 對 那就出事了嘛 是 因為本來是三比三 如果兩邊都堅持 其實其中一個 就跟羅廷偉一樣 三個人 本來互相三比三就沒事 結果突然有一個人 這個叫反水 有一個人開始 被判了 被判了 這個時候就會變四比二了 是 這樣子那個天平就傾斜了 所以彭政的神太輕鬆 是真的有可能是反水了 真的是 所以現在的問題 就是在於 柯文哲還能夠裝傻多久 而且我還是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真的不要小草們 我當然知道講金流很聳動 現在是圖力起跳 你現在在護航下去的話 你未來要怎麼辦 我今天看到民眾黨的那個 什麼中央委員 你說講合數嗎 對啊他現在捍衛主席是不負責的 他說我問過柯文哲 柯文哲跟我說沒有 他說那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那中小平坐在他旁邊 你敢不敢跟中小平對賭 他說如果他那個 如果他沒有起訴的話 就中小平滾丁床 有起訴的話 江和樹滾丁床 這樣說 有起訴的話他有卡 他拿出民眾黨 他不敢賭 他不敢賭啊 你連中央委員都不敢賭了 小草們你們敢賭嗎 對 而且何必賭 你是一個 你是國家的主人 這一個僕人 這一個市長 或這個總統選不好用 你就換個人 你就看看下一個誰更好 對 幹嘛要拿身家 去堵在他身上 去台商那邊喊賴清得放人 我不認為這是民智的作用 對 非常謝謝3Q的分析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你們這些護航仔 在護航科文哲的 真的護航的下去嗎 現在的北四科 欸真的厲害喔 北四科 可能金華城案結束 或叫北四科 北四科的那兩場 柯文哲的會議是我提爆的喔 那兩場會議 我提爆就是說 柯文哲犯一個大錯 北四科完全沒有防火牆 對不對 完全沒有防火牆 好了 你在沒有防火牆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在金華城會說什麼 哎呀我都不懂啦 是都委會建議我放放到860的啦 所以我才聽他們的建議 這個或許說得通 可是在北四科 台北市政府當時花三四百萬 找了一個顧問公司 叫做策威開發管理顧問公司 寫了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 現在我拿到裡面幾百頁 三百多頁報告 我一頁一頁去看 一頁一頁把重要的 放在新台派的電視牆 這裡面竟然發現 內容 最後跟柯文哲做的事情 南原北側 我們先看一下相關報導 持續帶你來追蹤 北市科園區的最新進度 星光人獸飆下之後 究竟有沒有在動溝 現在在我背後的T17 18兩塊基地 就是由星光人獸所飆下 可以看到儘管他們已經圍上圍梨 但裡面還是荒葉蔓草 跟對面正在如火如荼施工的T16基地 有著天壤之別 明明是工作日 星獸依舊沒有動攻跡象 在金華城案後 北市科將是檢調追查 柯文哲有無圖利重點 北市議員檢輸賠再報 柯市府前後花了684萬 請兩家廠商評估北市科開發 當時產發局報告 寫明本案 朝單獨招商模式 但柯文哲仍決定要合併招商 留標兩次後 就放寬招商條件 新售因此順利得標 巧的是柯文哲在同年3月29號 才到陽明山拜訪星光五家 兩次留標之後 讓星光仁說在第三次招標的時候 可以便宜去取得T17跟T18的承諸權 這套劇本真的是非常的高明 而標案正值疫情期間 議員說議會也沒給市府壓力 急著標出 背後恐怕有引擎 當時顧問公司呢 有給柯市府一個建議 就是T16因為它在本線上 所以它可以當火車頭的功能 然後T17 18後面再標 但是呢為什麼柯文哲他當時呢 沒有採納顧問公司專業的說法 國民黨北市員尤淑慧 更翻出三年前質詢畫面 說自己早就發現 北市科土地遭到建築 世貿三館 同樣的土地人家訂的是266億喔 我們到了市北訂底價是多少 T18是14.6億 這不是賤賣這是什麼 同樣的土地大小權利金卻價差18倍 議員當年的苦口婆心 柯文哲若有聽進去 也不會讓自己陷入如今的囚徒困境 冠景 之前都說都委會建議金華城給840 我阿伯就懂 可是不好意思 北市科案是沒有都委會的 北市科案的專業是來自於這本 發了幾百萬寫的 測微開發管理顧問公司寫的什麼呢 北市科T16 T17 T18 土訂設定地上權方式之開發評估 可行性報告書裡面的專業意見 我把它全部看完了 你說他的內容跟最後阿伯做的完全相反 幾乎都在幫星光量身訂做耶 沒錯 真好你發現的這一個開發招商作業的可行性評估報告 非常的關鍵 我先講喔 我們以前在市政府待過嘛 公務員有沒有能力去做一塊土地評估說 以後要做什麼科學園區 什麼產業別 做怎麼樣的一個投資 沒辦法 因為我今天看完就太可怕 我一直以為隨便弄個幾頁評估一下 他那個連什麼PM2.5啦 空氣的灰塵啦 旁邊的水啦 未來他全部都評估耶 所以我講實務上就是地方政府在做招商案 招什麼商 土地怎麼規劃 應該要設什麼條件 通常都會委託一間公司 來做所謂的可行性評估報告 幾百萬 那會有個委託機關 比方說以前我在新聞區 這裡就是會是台中市政府新聞區 出來交通局就會台中市政府交通局 這是台北市政府產發局的一個規劃案 好 剛剛我們在節目前阿 王毅川提醒我 你看這個可行性評估報告 括號還寫修訂版耶 什麼意思 這一個版本正好你今天揭露的 已經長官改過一次了 就是市府看過 對 他們已經叫這個廠商說 阿伯都知道了 你們改過一次了 好 特別的地方來了 這一份報告出來的 整個四北科的開發的重點 跟後來的結果 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圖利阿 專家告訴你怎麼做 對 就你完全相反 這是圖利嗎 來 我先來講報告內容 對 然後你發生什麼事了 這報告內容阿 有給了很多的建議嘛 首先第一件事情 他說 應該要參考信義區的發展經驗嘛 對 你先招標T17跟T18 小一點的 後招標T16 因為T16比較大 我們看這就很清楚 這17 18 後來就是星光仁壽拿著 沒錯 這T16比較大 他說你17 18先標出去 對 16不要標 沒錯 等整個周遭都發展起來 再去賣T16會比較值錢 對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圖就是告訴你說 T17 T18先標 後標T16 結果 後來的結果是什麼 完全相反 對 T16先標出去了 後面走T17 T18 對 這個可行星不高高的建議 他寫得很清楚 先招標T17 18 面積大的T16才養地策略 是 帶北市科 對 有一定發展後 再行招標T16 預期可以幫市庫 有創造更大的財政效果 我直接講 這一題 檢察官以後會怎麼問 被傳去的人會問說 你們規劃出來就是 先T17後T18 再T16 市府會比較賺錢 對 你反過來原因是什麼 對 還有第二個問題 誰決定的 好來第二個我繼續講 第二個更酷了 你記不記得 這套你上次揭露的時候 對 就是在 2021年的兩場四場會議 對 3月份開議場 4月份開議場 對 把什麼投資計畫書 免提投資計畫書 對 然後把什麼T17 T18的這些事情 跟T16不一樣 對 結果 你看當時的這個計畫 寫什麼 他寫什麼 他寫什麼 台北市非公共土地 重點在這裡 對 採一次遞送 投標文件 資格審計 重點在這 投資計畫書評選 及價格標階段 好啦 重點是這一句話 我建議一定要有 投資計畫書 為什麼最後T16 T17 免提投資計畫 對 所以這個地方 我再給你洩題一下 到時候被傳去的人 檢察官會怎麼問你 你們的計畫書 你不講說這要投資計畫啊 誰決定不用T16 T17的投資計畫 我靠這個我頭皮都發麻欸 因為這集是專業意見了啊 你怎麼鼓勵他咧 對 那我講最後結論 新光人壽得標免投資計畫 對 然後檢察官也不用問了 因為李政浩的新台會上線 已經揭露過 對 有會議紀錄了 對 是柯文哲決定了 難怪會不會我再講一句 講話傳我 難怪傳你證人 李政浩變證人 對 再來 招三規劃嘛 這個是厲害了 結果你還記不記得 當時這個北市科 要規劃的時候 對 一開始是規定什麼 他說啊 要做生技啊 資通訊啊 數位醫療 新興科技園區相關的辦公跟應用空間 對 簡單來講要做高級貨吧 對 要做科技生技業嘛 對 結果最後結果是什麼 星光拿到T17 T8 不限產業類別 來 誰決定的 柯文哲 誰開會的 柯文哲 誰揭露的 柯文哲 李政浩接露的 對 對啊 所以你被傳定了 算了 跑習慣 多跑他們 我的意思是 我們之前都在猜測 對 說這個產業園區 原本就要做生醫 對 原本就要投資計畫 都是我們的猜測 可是直到我今天拿到這一份 威測開發管理工人有限公司的評估報告 是 我才確定 專業意見 就叫你先T16 T17 T18給我養定 是 然後專業意見就說 你一定要有投資計畫素 對 專業意見就說 以生技 資通訊 數位醫療等為主 對 現在全部都不顧了 對 那同一時間呢 我認為檢方有可能會槓上開花 為什麼 這時候不是發生在2019到2021年嗎 對 結果在2020年的同時 2020年的當下 當時拖了非常久的遠雄的大巨蛋 也是在那時候解套的 對 你看3月份的時候 通過環差報告 對 8月的時候 同一大巨蛋復工 對 結果在這一個時間點 讓大巨蛋後來過關了 等一下 金華城在2020年的時候 對 開始真的動作 是 2020年3月10號 對不對 便當會對不對 大巨蛋也是在2020年的時候 解套 對 日北科也是在2020年的時候 豬羊變色 對 所以現在大家講了 2020年無論你合法還是違法 總之就是柯文哲跟財團 共舞的一年 對 你都在幫財團解套 對 結果最後結果是什麼 大巨蛋漏水了 一直漏 一直漏 去年的12月 牙錦賽漏 今年的3月 巨人隊兄弟漏 今年的3月 龍象大戰漏 周時期也漏 對 今年6月 板神甲子園也漏 對 我替公共工程講一下話 所有公共工程 一開始完工漏水正常 對 因為壓力測試 對 可是這樣子漏多久了 漏了9個月了 我聽說真的抓不到漏 對抓不到 我聽說 所以今天台北政府才說 你如果明年9月還繼續漏的話 我就跟你解約了 對 可是體育局有承諾了啦 他說10月底前會完成改善 對 但有需要這麼久嗎 還有真的能改善嗎 最後一個無法迴避的是柯文哲 與財團共舞的一年 2020年 你到底幹了什麼事 非常謝謝冠婷 你冠婷還問 現在就問阿川 阿川你是大行家啦 你看這個報告書 應該是看得不要不要 對不對 你當局長的時候 各種報告書 對不對 這種報告你來提醒冠婷 說是修訂版 表示是否看過 可是 你敢完全不照報告的建議去開標案嗎 我不只審常審這種報告 我還沒當局長之前 我也常常寫這個 你也負責寫的 因為這種報告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招商公司 因為他很有經驗 這家測威不是一般的公司 他是每年都做很多這種開發案的評估 那最後我們看到這幾個建議 剛剛冠婷店的這幾個建議 不管是T16 1718這些建議 這些建議都隨著業主的 要求變化了 就是說理論上他會有一個想法 接下來他就會找這些廠商來 因為有三塊基地 一大兩小 一大兩小T16比較大 兩個小的 那當然一開始就是說 那如果我們全部都一起弄 大家會說還沒辦法 我沒那麼多錢 那接下來就是說 各位記者曾經出現過一個說法 說那個大的先蓋 就有指標對不對 他指標出來之後 再處理那兩塊小的 這種說法 可是這報告寫什麼 先搞小的 先搞小的 如果小的做得起來 如果小的連財團都進來了 那那個大的就是更大的財團 就值錢的 對所以 各式各樣的策略都可以 各式各樣的策略 市政府都可以採用 對 因為他要先問 所有可能投資的廠商說 我怎麼用你們的策略 對不對 所以這個報告裡頭 其實這個修訂版 因為他這個是五月初的修訂版 所以顯然他四月也出過期末報告 可是這個案子是在一百零 這個報告做得很急喔 他一百零七年十二月才決標 這前一年的年底才決標 顯然他四月底就出期末報告 對 這只經過了四個月 然後五月提出了這個修訂版 修訂版那個 最後那個意見一定也是 產發局最後開會修正完的意見 是因為我有看到整份報告最後沒有訪談紀錄 裡面有每一個訪談廠商自己手寫的意見單 沒錯 因為這個是KPI 對 這家廠商要結案 他會要求KPI是說 你至少訪問十個廠商 辦過幾場的說明會之類的 可是這個答案一定是產發局修正過 辦發局長都看過了 然後第二頁就三後續做一項 他就規定要有評選 對啊 要有投資計畫書 要評選對不對 記得我們昨天在這個角落 那個王總經理說什麼 他說廠商都說要評選 對 他們不要價格標 對 就這句話 對 因為所有廠商都說要評選 不要比價格 對 因為比價格大家都要付很多錢 是 就是大家一直墊高 我想要就一直墊高 一直墊高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出現 可是到最後為什麼 你下面那個投影片 免投資就要採價格標 對然後你看下面那個是 就是投影片 就那種簡報跟招商的人的投影片 它裡面直接跟你鎖定說 我們就是要什麼產業什麼 生計之通數位 對 所以這個現在都不見了 這報告都白做了 你科文做如果這麼厲害 不用做這本 我告訴你 公務員如果下這本 他就不會做公務員 我再講一遍 公務員如果知道這一塊地 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怎麼樣才會賺錢 要多少底標 不用透過這個計畫 那公務人員 帶下去開發公司 做實力就好了 對啊 所以這種報告是專業者在做 對 那這些專業者呢 剛剛正好講 三百幾個嘛 裡面各式各樣的評估 包括環境影響的初步評估 通通要有 對 交通衝擊評估 他連那個流水 那個水源乾不乾淨都要有 然後以後的污水怎麼排出去 對 然後半邊的交通量調查 對 這個報告裡頭都有 對 那這很專業的公司 所以他們會給市政府建議 你是政府紀元 開四百幾萬 維托這個 你就要聽人 你不太厲害 柯文哲現在自己最厲害 弄完之後就說 就照我的玩法 這個報告不用看了 那你當時就不要委託 真的是這樣 那我想問問范老師 因為我們現在講 圖利罪對不對 圖利罪 你明知不可以 你還搞這樣 現在這份報告出來 不是就很明確嗎 就是我專業建議你 就是這樣 要有投資計畫書 先標小的 再標大的 然後最重要 你的產業類別 要科技業啊 結果柯文哲現在 通通不管 通通不要 那檢察官問的時候 你的決策過程是什麼 那柯文哲講不出來啊 對 我覺得現在小丑 還在糾結一件事情 就是說阿伯沒有金流啊 對 怎麼可以把它收壓起來 欸 圖利不一定要有金流耶 對啊 對啊 你看那個馬英九那個時候 李肅德 李肅德有沒有金流 沒有 陳政局長對不對 他也是這個大巨大 大巨大的案子嘛 對 被判幾年 十年 對啊 現在還在禪送當中喔 對 那重罪耶 對 所以有沒有金流 不重要嘛 我覺得小嫂一直 故意要給阿伯阿伯這個辯護 說阿伯沒有進阿伯的口袋 但是問題是 有沒有金流 我們現在也不敢講 但是辦金流的檢察官 跑去辦雞蛋了 對 快跑去雞蛋 不顧正業 還是說已經辦得差不多了 下班了 對下班已經結束了 對 才有心情去辦那個雞蛋嘛 對啊 那個雞蛋沒有什麼擊破性吧 對啊 去年的事情 很多人都忘記了 最近蛋 蛋價大跌 最近蛋價 那個蛋價低了 不得了 大家都吃蛋 對 去年的事情嘛 但是保證什麼 現在這位檢察官已經 看起來他已經是 是唐宋慶 他已經是 心裡已經有把握了 對 有底氣了 不然如果沒辦到金流 頭髮都拔光了 對不對 一直抓頭 抓到頭髮拔光了 不只是這個北檢 這個唐宋慶 上面還有誰檢察 他們的北檢的檢察長 對 對不對 就是前架察局局長 對 他現在當 他這次也是賢命辦個案子 對 他一定要辦成鐵案嘛 對 判成水落石出嘛 才能辦雞蛋嘛 對 重點在這邊耶 對 雞蛋現在不是重點嗎 如果說辦雞蛋 畫錯重點 所以我們知道 現在說 看來這個檢察官 他已經覺得有把握 有底細 時間關係我們就完廣告 廣告回來要好好聊什麼呢 好久不見謝國良 對不對 謝國良的伴妹 要開始了 我們怎麼可以錯過 好好來大聊特聊 休息一段時間 我來聊謝國良 歡迎回來新台牌上線 今晚節目沒有極限 這幾天呢 其實全台各地都有下大雨 可是基隆的雨是大得不得了 可是基隆雨這麼大的狀況這樣 謝國良這樣人不見 都沒有看到他去勘災 那更有趣的事情是 後來就爆料啦 謝國良呢 其實人啊 在內湖的豪宅住家 根本沒有在基隆 當然這件事後來證明是假的 謝國良人在基隆 可是同時也讓我發現 原來謝國良真的在內湖有一個家 有個豪宅 這豪宅叫做米蘭苑 我別的不講 我光看這個牌面 這個內容 就知道是豪宅中的豪宅 謝國良呢 在2017年的時候呢 大概花了6500萬去買這個米蘭苑 以市價來說 現在應該已經破億了 所以謝國良一個堂堂的基隆市市長 既然大多數時間或是少部分時間 都在內湖的豪宅度過嗎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被指基隆淹水當下 市長謝國良 仍在內湖豪宅 沒在基隆 市府公佈監視器 指市長的藍色坐車 在22號晚間9點7分 回到基隆行事路住處 23號早上9點5分出門 謝國良起床睡飽飽 吃飽早餐了 他出去不是見百姓 他是去見羅民黨的高官 民進黨議員控訴 22號淹水 23號一早謝國良起來 不是立刻去勘災 而是跑行程見國民黨高層 公佈監視器 坐實前一天基隆淹水這麼嚴重 身為市長的謝國良 人卻在家裡 這件事情足以證明 12點到2點 基隆淹大水的時候 謝國良沒有出門去勘災 市長隨時都有在關注 這個災情的變化 那他也是緊急追加了這個 灘災的行程 他早上你會去見羅民黨的高層嗎 早上我不清楚 只不過謝國良爭議未平 又發生影射事件 還債是因為不知道如何花錢 有信騷記錄的基隆議員張之豪 在記者會又口出狂言 故良影片在網路上流傳 從曝光群組截圖來看 轉傳的人是小愛爸爸謝國良 不過影片內容涉及議員張之豪涉嫌性騷 引發張之豪不滿 揚言會提告謝國良捍衛自身清白 過去這段時間有些側意跟著一起過分 我也不以為意 現在就連我敬愛的謝國良市長 都跟著一起惡意重傷 對此市府表示是小編誤轉傳 並非謝國良本人 下次會更加謹慎 距離市長罷免投票案 剩下不到二十天 從市政到側意影片 都是攻防焦點 冠婷 這個很誇張 因為台北其實都有嚇大 可是沒想到 因為這是什麼呢 這是熱帶性低下 基隆雨下爆了 可是謝國良人不見了 禮拜一要凌晨的時候 基隆變成水鄉哲國了 整個住在北台灣很多水 可是基隆的災情是非常嚴重的 你看這個畫面 是在山坑火車站前面的隧道 你看那個雨多大 你看整個車子過去是很困難的 對 整個隧道就這樣 人不可能走 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對 你看旁邊的南隆路 南隆路的畫面是 整個水淹到了車子的輪胎 這個很誇張的大雨 對啊 像那個正號的小跑車 小跑車 休旅車 高底盤 可以過去 低底盤的小跑車就過不去了 對 所以整個車子全部都淹爛了 是 那再往旁邊看 榮安街335號 對 你看這個水喔 不是灌到民災裡面 有沒有看到 你旁邊只要是一龍的公寓 水是絕對淹進去了 這禮拜一的凌晨雨室下成這樣子了 對 你看這個畫面 尤其是凌晨0點到2點 對 那兩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大家認為說是基隆雨室最大的時刻 對 水淹最大的時刻 對 可是人之謝國良在哪裡 不見了 那拆糧團體就跳出來了 對 跟大家講說 基隆變成水鄉折國 對 可是爆料說謝國良人在內湖的豪宅應變 對 這資訊量很大 第一個 凌晨的時候應該要出來看災 對 後來證實沒有 對 然後講說內湖豪宅應變 我先講 後來謝國良有鄭重澄清 對 當天他不是在內湖豪宅 對 當天他在哪裡 他公布了一個畫面 對 他說 他9點07分 9點08分 說車子 對 開進他在基隆的住家 對 然後隔天早上9點5分出門 對 我跟大家說 這樣子有好嗎 這個基隆市場 滿爽的 滿爽的 晚上9點回家 對 早上9點出門 對 我沒有離開基隆的住所 你們不要誣賴我 對 而且我都有關注災情 不好意思 基隆市場當然這樣 真的是公子哥 有哪個市場是早上9點才出門 晚上9點就可以回家的 市場都忙到10點11點吧 早上都7 8點就要出門了吧 對 隔壁現在在看守所的客戶 只有7點半就開會 像我這種伸斗小明 睡懶覺是應該的 因為你跟市場 9點出門 有點舒服 那不是早上站入口不站了嗎 不站了 沒站了 我們最近沒討論他就不站了 你這樣下次要討論一下才會站 我回來了 謝國良 新台派回來了 一個小時站到剩20分鐘 這又鎖鏡不站了 對 然後他講他絕對沒有在內湖睡大覺 這幾年在內湖也沒有任何住所 來 觀眾朋友 這句話有沒抗 這幾年在內湖沒有任何住所 這幾年 那代表以前有嗎 對 還是以前有 現在不在他名下 還是現在賣掉了 待會來揭露 但我要講一下 其實幾個基隆市議員點出了重點 第一個重點 這個吳畫家 他講說 里長都講 基隆市政府根本沒有給房災指令 未接貨房災指令 所以他們來不及放沙包 對 來不及安裝防水扎門 所以整個家中積水了嘛 對 然後呢 鄭文婷跳出來講 不對啊 人家民眾凌晨兩三點 忙著潑水搬東西救災 結果你在家裡睡覺 然後隔天公佈一個路邊經濟 你公佈這個比較好嗎 晚上九點回家 對 早上九點零五出門 這個藍色車就謝國良的 然後跟大家講說 讚 這個市長待家裡待十二個小時 好認真 當然是被打臉嘛 民眾情何以堪 最誇張的來了 隔天早上你九點出門 要去看齋了吧 不對 隔天早上 那個不是科文哲 講太多科文哲 謝國良早上出門去哪裡 幹嘛 謝國良跟朱立倫合體 挺善良 打擊惡霸 他在拚選舉 對所以也沒去看齋 對 好這個狀況 市民自有公斷 對 可是意外的被霸良團體 揭露另外一個資訊 他竟然謝國良內湖豪宅 對 正常來講基隆市長住在基隆 正常嘛 正常啊 你沒在住在選區 最後一定會被罵嘛 有一點到戲子也勉強可以接受 對隔壁還可以 但是你沒住選區 你在內湖有豪宅 結果大家去認真查了一下 對 這一間豪宅 是在內湖的遠雄米蘭院 對 為什麼講這好彩 106年成交的時候 對 6500萬 6500萬 現在我剛才查了一下 正好我們誇張 沒有意義啦 8000萬有啦 8000多萬 謝國良他們住這麼好 對 當時代表人就是謝國良 104坪 兩個車位 折算起來 每坪單價75萬 我剛才查了一下 最新時下登陸 一坪大概80幾萬 來米蘭院 高級在哪裡 除了我們講的 一成的 我剛才看大概頂多四戶 總共戶數81戶 他標榜的講說 這個戶數很少 住在裡面很舒服 最小坪數76坪 最大102 但關鍵來了 你看看他這個霸氣的 一個 影進義大利品牌 massage的傢俱 對 然後加勢 讓室內公社 如宮廷般華麗 然後你看他怎麼講 他說 映入眼簾的是 璀璨的黃金 爽水晶手工吊燈 黃水晶手工吊燈 大廳的食材 米蘭大教堂的地平 四色食材拼花地平 更顯大廳的磅礡氣勢 而且採用文藝復興時期的大理石雕像 彷彿在羅馬庭院公子哥 謝國良住這個才對 我跟大家講 這只是公社 公社引進Bassage的雙人坐沙發 他連沙發都凡賽斯 你知道這Bassage的沙發多少錢嗎 多少錢 我剛才算我查了一下 這一組超過兩百萬台幣 兩百萬 兩百萬 兩百萬台幣 這一個沙發 你們在霸梁謝國良台那邊 舒服的 高級貨好不好 很可以 對 所以當時名字 他叫帝王藍絲草手工雕刻的巴洛克線條 就是這組沙發 要唸就把它唸完了 搭配銀婆圖端設計 時尚奢華氣息展露無意 義大利好不好 設計師set down please 這個是羅馬庭原封好不好 好 我回來講 可是我們回來真的監督他的點在這裡 因為他這個房子不是用本名買的 一直以前是 他用金星國際 代表人就是謝國良 為什麼我講以前是 因為金星國際這間公司買的這間房子 代表人是謝國良嘛 對 所以他剛剛的回答是跟大家講 這幾年沒有 對 那以前什麼時候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四季 是 這是網友整理的 然後我覺得整理得非常好 對 2012年的時候呢 當時我們就有揭露過嘛 他在立委選完之後 第四天成立金星國際 對 然後這間金星國際其實爭議很大 對 這間選舉的時候我們就多次的講 後來呢 金星國際的名義 在2017年買了這間豪宅 對 好 為什麼金星國際有狀況 謝國良要講清楚 對 金星國際後來呢 借給了一個人錢叫林冠百 底下的聖元澤公司 對 金星借升級台幣三百萬 開萬億都工程新業 借美金三百二十萬 大概一億 都給這間聖元澤 可是後來這間公司出手狀況 涉襲到掏空案 對 所以當時我們的質疑點就是說 謝國良你匯錢給一間掏空案的公司 而且用美金匯一億給一個掏空案的公司 不過金星是匯台幣 對 對 但是其他間有匯就是這個美金 對 那謝國良你是不是有涉嫌 給掏空別人的公司錢 對 你是不是也涉及到洗錢 那謝國良他當然後來講幾個點 然後第一個點 包含這間房子都是一樣的處理方式 他說這間公司現在不是我的啦 對 你知道他在2020年的時候 把金星公司轉給林曼莉 林曼莉誰啊 謝林曼莉你就知道了吧 唉唷 他媽媽 他不一樣 後來他把這間公司移給他的媽媽 然後把這間公司的地址 移到一棟大樓裡面 在基隆市的信氏路31號 對 裡面呢 同時有他們謝家大概15間公司 那就一樣啊 沒有 謝國良跟你講沒有 我發的不是我的 那個多年前 近幾年我沒有住在這裡 近幾年沒有內湖的公司 所以我們回來這間公司本身 金星公司 有沒有涉及到洗錢什麼 那個他自己去澄清 對 可是我們確定一件事情 曾經謝國良當負責人 後來他媽媽當負責人的金星 這間公司 買了內湖的這個豪宅 對 而過去幾年 你是不是都住在這裡 沒住在選區 你還是要講清楚 我想問范老師喔 因為謝國良這個人 我覺得這是個活寶 就說大家去質疑你 淹大水的時候沒去勘災 在內湖豪宅 你可以解釋什麼 解釋內湖豪宅 我確定 確定你可以解釋 可是你公布這個 不就證明更證明 你沒勘災嗎 晚上9點08分回家 這晚上的 晚上的嗎 白天 白天載藍色車子 9點05分出門 一個市長9點才出門 上班 已經非常爽 沒想到更爽在後面 他真的在內湖有豪宅 這個豪宅 我看了都流口水 米蘭苑 所以謝國良真的 基隆市市長 住內湖喔 我還是要肯定一下謝國良 因為這個米蘭苑 這個地方 他真的是煞費苦心 他距離 請大哥拍一下 這個米蘭苑在這個地方 你真的去查 他距離高速公路成功交流道 就一步之遙 很方便 他就在成功路交流道旁邊 在交流道一下來 開車大概三分鐘不到 就到了米蘭苑 你看一下米蘭 這個藍點是我 我現在在塞車 顧丹丹丹在這裡 顧丹丹在這裡 黏玉紅線 但是如果不塞車的話 上這個成功交流道 直接到基隆的話 很快二十五分鐘應該就可以 對 我們不要講四中心 五度也算基隆 五度來七度來八度 所以他距離上班地點 二十五分鐘車程 他只要跟基隆說 我現在出門了 二十分鐘就看到 我已經進入到基隆界內 那就算基隆了吧 就在達標了對不對 對 你只要過一個戲子而已 搞不好十五分鐘就到了 沒塞車可能十五分鐘就到了 沒塞車可能十五分鐘就到了 對 可能這樣的話 對不對 住在基隆市 如果住在安樂區 還比較遠啊對不對 住在興豐街下來 也要十五分鐘啊 沒有很遠啊 雖然是基隆 對不對 可是我們心胸更寬大 我們住在台北 為什麼你不是覺得他去勘災 覺得他去什麼營車 他就沒有勘災到 他就沒有勘災到 他理掌就說了啊 沒有接貨防災指令啊 他幫講話 勘災喔 去看內湖有淹水喔 台北市的白水不錯 考察一下 內湖沒有淹水嗎 往來台北勘災 嘴裡你看嘛 剛剛那個影片要露現了 從那個影片看一下 早上九點才去勘災 海北勘災 他早上九點出門是跟朱立倫合體 啊啊啊啊 剛剛灌你再講都沒難題 是是是 我講的 跟朱立倫合體啊 這個是更糟糕的事情 市民在水深火熱之中 你還在為了你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顧量行動 在那邊做 而且我看到現在整個 我現在去基隆 我下一套耶 我以為基隆在選舉 你知道嗎 海報到處都是 是嗎 真的 我看到每個大街小巷 都是海報 我還真的以為在選舉 那我不要講那些錢 是不是基隆市的名指名高 不知道 我不曉得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已經把整個 搞到已經變成是 他好像在做第二次選舉 那我不要講了 就算他這次的這個罷免 好啦 就算他運氣很好 沒有過的話 我認為在基隆市市民心中 已經有了一個看法 就是這樣的市長 為了鞏固自己的位置 不擇手段 然後讓基隆市民的這個資源 被用在這個 他要綁樑的工作上的話 我相信市民是不會接受的 我想問家凱 你也是議員對不對 你下面當然很多里長都有在經營 下雨天的時候 一定要防災指令 如果一個城市的防災指令 完全沒有下來 然後當天他們的雨勢是大成這樣 你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吧 要看啦 因為這種防災指令 都有所謂的一個係數嘛 達到什麼標準的時候 我去做什麼事情 就是這個標準 你看一下這個雨有多大 對 所以我說嘛 謝國良三個字 但是他不僅是一個人 他代表是一個團隊嘛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說 謝國良在家嗎 他在家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的團隊還是在運作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你會發現說 進入到第三階段之後 謝國良他的團隊 他其實對於所謂要罷免 他這個團體 他基本上是很有風度的 你看在第一階段 跟第二階段的時候 大家去做個比較嘛 謝國良常常出來正面回應 你看到第三階段 現在剩不到三個禮拜嘛 他們就是好好做事情嘛 有吧 未接禍防災指令 那是團隊嘛 是 來不及發放沙包 或提名李明 按專防水閘門 團隊有沒有達到EOC的標準 這是一件事 那EOC裡面到底有沒有所謂 要涉及這個李 要去做什麼另外一個錯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畢出了事 現在謝國良他達到一個態度是什麼 我不去跟你正面硬剛 你看他如果要扯的話 我如果是發言團隊 我就說 當初林佑昌在20162017的時候 颱風來的時候 你也出國啊 他們沒有這樣回嘛 至少目前為止還沒有這樣回 代表說 正面積極地去接收這件事情 你看他現在就是 去跟朱立倫去站台也好嘛 去拉票 現在就是兩方 就是各自去拉自己的票 除非你真的是可以拉到一個 核彈起來一刀斃命 那沒有話說 但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來贏 我們就拉自己的票 你們這些要罷免 謝國良團體 你們今天趁不到三個禮拜時間 好好去拉自己的票嘛 因為我覺得來贏的目標就是 我的票贏越多越好嘛 對 你們會樂戰嗎 已經在樂戰了嘛 很樂嗎 我覺得還滿 如果10月我也會過去 你會過去 我會過去啊 謝國良終於找對人了 你比朱立倫有用很多 不然別壞我 朱立倫 你下開比你游要很多